中华文明 人类瑰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释到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声音乐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还宇 全球同学 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常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暴土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这里是教孩子的学问 特别节目 孩子要有好老师 第一集 下 教什么 这些失败的教育案例 让我们非常痛心 我们反思 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结果呢 就是一百多年前 西方的价值观 传到了东方 那么西方的这些价值观里 它有没有人伦呢 这个问题 我们曾经请教过师父 师父讲 整个的西方 因为师父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 对西方社会相当了解 而且师父还是在这个很多西方的大学里 他们这个很真诚的提醒师父来做教授 有这个学位 师父就讲 西方社会 纵贵一句话 他只有一论 就是朋友 我们在看西方的哲学史 我们在观察西方社会 的确如此 没有中国的五论 所谓人论教育 他没有 但是没有 他不会靠什么来维系这么长时间 靠宗教 西方有宗教 虽然他们之间战争不断 而且是靠这种丛林原则 就是谁能把谁吃掉 谁就是胜利的 完全是那种动物丛林的原则 他为什么还能维系呢 就是靠宗教 现在宗教也衰落了 所以整个的世界出现就是乱象 中国人吃大亏 就是一百多年来 看到尖传立炮 看到人家拳头硬 能打 能杀 我们就把祖宗的这些给抛弃掉了 从1919年附近的时候 五四的时候就开始 把传统文化全部打倒 认为这个东西都是障碍 中国发达的垃圾 把它打倒了 那么这个结果就造成了什么呢 五千多年 一万多年传承下来的最优秀的人类的文明 中华文明 现在面临就是断绝 面临这个危险 家家都不知道这个 我们又没有一个大家都能信奉的这些宗教 没有啊 现在就是没有信仰 就信钱 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就讲 中国古人落后啊 应该把他抛弃打掉 错了 我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我说你看 中国古人的智慧 是我们现代人 包括西方人 都理解不了的 但是你越想越高明 我举个例子 钟表 你看 清朝末年 皇宫里边有一些啊 西洋运过来的钟表 好像是洋玩意儿 是不是 这个东西 我问大家 你说我们古人 不能发明钟表吗 这么个小东西 没什么高明了不起的 我们古人为什么不做 为什么 这里边有大道理在啊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叫与时俱进 这是周一里的话 时不是时代 时代乱了 那你跟着走 那就走错路了 每个时代不同 那就不同的方向 那不走乱了吗 时指的是天时 天时永远都不会变 一年四季 你看 他永远他不变 万古不变 万古长新 时 时令 自然界 就跟着自然界 近是什么意思呢 近 不是前进 是生活的每一天 话又说回来 人要成长啊 好像树要长大 就这个意思 好像是一个前进的样子 实际上不是 他是在循环 像大自然一样在循环 生老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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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与时俱进 靠什么呢 靠对大自然的观察 你看 从古至今 古人这个钟表不发明 让任何一个人 上到君 往下到百姓 天天看天的脸色 对吧 什么时辰了 他要看天呢 对吧 天就是钟表 时间就得看天的脸色 不但时间呢 农食 那你要吃饭得要粮食啊 哎 粮食从哪里来 看老天爷脸色 不是罗后 哎 人顺天而行 换句话说 现在西方人 讲什么 农业现代化 是不是啊 哎 联合收割机 哎 几乎这么很大的一片地 不用人了 用机器代替了 那么有一天 你们想过没有 有一天机器坏了 这个世界上 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种地了 都会饿死 为什么呢 足足相传的人种地 看天吃饭的那些 那些本事经验 都被淘汰了 顶多两百年就淘汰光了 因为有有拖拉机了 对不对 有机械了 机械这东西一旦不管用了 人类就灭亡了 所以你就知道 古人告诉我们 这些方法 都是不依赖于外 而是什么呢 而是靠内 内心对天地自然的敬畏 他得天天看着呀 钟表发明就麻烦了 钟表发明 你看这个钟表 拿起来一看 几点几点 他就不看天了 他就不看外边的时辰 换句话说 人和自然之间 这么一个小小的钟表 你别看他小 是不是人人手腕上 一人一个 对 把每一个人跟自然的关系 就断了 你要这么一讲 你才知道 我们的老祖宗伟大呀 跟自然的关系 时时不能断 所以现在很多家长 他糊涂 我们家孩子 有别墅 有跑车 有这个 有那个 对 这东西要没了 他没想过 所以自古至今 家家户户都讲防灾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那你们家要沦落了 要是失事了 没有权 没有事了 这孩子就准饿死 头一个死的就是父家子弟 为什么 他全部靠这些机械科技 这东西一旦没了 他先死 所以师父常常讲 人要有防灾的意识 灾难来了之后 这些东西都没了 你看人怎么活 大城市死的人多 为什么 养尊处优 太发达了 死的就早 所以他绝迹了 农村的天天种地 他常说 什么风吹浪打都没事 古人 告诉给我们的典籍 历史书要看 中国历史不是就现在这模样 哪朝哪代 古今中外 没有灾难 这些东西一旦发生 人的抵御能力 自己生存下来的能力 都没有了 这就是西方人 带给我们今天的灾难 我们就想起故宫里面 用的那个日轨 它就是根据太阳的移动 然后影子的变化 然后人们根据这影子的变化 来判断时间 那个东西 还是看天的影子 它离不开自然 你就知道 中国这么聪明的民族 就是不搞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把人和自然隔开 你以为这个方便了 方便了 能力降低了 跟自然隔开了 人会灭绝 所以老师 在小学集写里面 就有这样讲 说所谓教者 非粗于先王之私意 就不是先王自己的意识 它是因为 天有是理 先王使顺其理 因为天有理 先王教人顺其理 说天有是道 先王使其行道 因天命之自然 为人是自当然 所谓教也 你讲的这段话 太重要了 告诉给我们 五轮不是谁发明的 对吧 它是自然的 你去问外国人 也是这样 五轮 父母和子女 长辈和晚辈 夫妇 君臣上下级 然后是朋友 外国人有没有 有啊 这是谁发明创造的吗 这五种关系 自然本具的 所以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 古人告诉给我们 从古至今 人不能离开道 人怎么才能不离开道呢 在家里边 安守五轮 跟自然界呢 安守五常 人亦理智信 换句话说 对大自然也要 人亦理智信 那是人的性德呀 所以人跟自然 能够生生世世 千年万世的和谐相处啊 人只要有人得了 他不但会对人呢 他还会对天地呀 现在你看人把自然 给糟禁成什么样了 几乎是全世界科学家警告 人类再活不过多少年 为什么要毁灭了 为什么把自己自然界 已经毁到了 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都有毒 这就是什么呢 教什么 我们讲那个五轮没教 轮常没有人教啊 西方的宗教被抛弃了 说他是迷信 所以说 整个人类世界 处在这么一个关口 就是德没有了 道没人讲了 德他就没人遵守了 所以你就知道教什么 你就清清楚楚啊 绝对不是说 像你刚才说的 说是圣人发明 没有啊 自然本具 所谓人之初 性本善 天性使然 中庸头一句话 怎么讲 天命之为性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这三句话里边 性 道 教 说出来什么呢 说出来了原理 原理 天性 说出来了 道是你该走的 你走的方向啊 那道啊 是不是 告诉给你方向 你的依据是天性 天命 你有依据吗 有自然的 本有的东西吗 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本善 你有这个东西吗 没有那就不好办了 人人都有啊 方向也告诉你 道路告诉你 然后就是教 性 道 教 修道 之为教 你得走这条路啊 那才叫教育 教什么 教顺守天性的 走人道的 那个东西 都在哪里 古圣先贤 弟子归 感应便是善业 这不就听明白了吗 所以教什么呀 中庸 开篇所讲 西方人他不懂嘛 中世纪的衰落 这部书 你们就可以知道 宗教衰灭了 文艺复兴了 这达芬奇你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 文艺复兴了 科技畅明了 资本主义发达了 然后呢 人们都认 根本就不知道 宗教里所讲的 伦理道德都 没讲了 不讲道德了 工业革命 我们看 法国革命 一直到后来 讲民主 讲科学 请到中国来 就是刚才我讲的 一百多年来 哦 中国人 把这个打倒了 认那个了 认了 我们就跟着一块 受罪了 所以人都被物化了 现在就是 师父上讲 物化到几点 只人钱了 没有人味了 没人味 怎么能过 人的幸福生活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一块 小小的手表 他就把人和天地自然 给分隔开了 你看现在的科技 他创造了丰富的物质 创造了很多的 这些享受 那么就好像 给人 人本来是生活在 自然界中啊 现在人就好像 生活在一个 人造的物质世界中 他就像被 罩住了一样 外面是自然界 那么现在呢 人因为生活在 自己的物质世界里 他把外面的 这个自然界 也给他物化了 也把他看成了 你看 发现一座山 一切 他们都把他物化了 这种观念 在中国古代没有 在五六十年代 我们看到过宣传画啊 让大河改道 让高山让路 你看这画 我都印象太深了 所谓 人定圣天 人能改造自然 改变自然 那些宣传画 有个标语 超英赶美 超过英国 赶过赶过美国 跟西方人比赛 那可坏了 为什么呢 他们是什么人 海盗起家呀 师父常讲 他们是靠争 靠抢 靠夺来发家致富的 我们能跟他们比 君子跟小人比 那可麻烦了 五六十年代 中国人走的路 错了 错了 人定圣天 不是人一定能战胜自然界呀 是人心安定 那个力量 可以超过自然 讲的是人性的力量 而不是要战胜它 你待着没事 你战胜它干嘛呀 你说 咱们家门口 有座山 我一定要战胜它 你为什么要战胜 破坏到什么程度 自然界会惩罚你呀 它有反作用力呀 所以中庸里面讲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也就是说 人和自然界 和天道的这种联系 它是一时一刻 都不能分离的 所以我们看 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来 我们现在认识到 传统文化的重要 所以现在为什么 孩子们 家长们都要跑这来学 钱不能解决问题 话又说回来 一个家 一个社会 如果是一切都是 钱说了算 你就可以跟你的 家勤劝书讲 不是好事 是凶兆 为什么呢 父母说话不听 长辈说话不听 老师说话也不听 再有 国家领导人说话 还不听 为什么呢 只有钱说才听 在这种情况下 家怎么能不乱 社会怎么能不乱 为什么 政令不行 家长说话没人听 能不乱吗 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听钱的 哪有钱 我上那去 所以移民海外 跑到国外去的 全家都去的 中国排第一 哪有钱去哪 自己的祖国不要了 什么民族文化 民族复兴 跟我没关系 这就是西方价值观 没有人论 他们不认这个 刚刚发生在台湾的 大学生那么多人 把立法院占领了 那个新闻我们看到了 对吧 我们看到那个乱象 马英九感慨 就说一句话 这难道就是 台湾想要的民主吗 他已经焦头烂额了 那哪像正常社会 乱到家了 记者去采访大学生 你们知不知道这样做 给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 把社会秩序搞乱了 大学生怎么讲 你看那新闻报道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想我的女朋友 只想我将来的工作 只想我多挣钱 我能怎么好 别的跟我没关系 换句话说 那里边每一个人 都是自私自利 谁替你天下考虑 谁替这个宝岛考虑 没有啊 什么做坏榜呀 通通跟我没关系 我先束缚了 我先满意了才行 你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 哪一个孩子 不是这种价值观的 你们当爷爷奶奶的 当父母的 敢让我不顺心了 你试试 六岁都把家里 都给弄翻了 是不是造反了吗 是不是翻天了吗 你说他要十六岁 二十六岁 那还不要你命 你就知道 没有轮场 完全是西方的这种观点 就是这么个局面 而且这个一切向前看 其实是很痛苦的 我就发现 我的这些亲戚 他挣到十万 看人家二十万 他就贪心更重 他想挣二十万 他住着一百平的房子 他看人家住两百平的房子 他就想住两百平的房子 换句话说 一百平的别墅 他都难受 对吧 因为是他不满足嘛 我们一定要知道 只要这个欲望心被勾起来了 怎么样呢 他这一辈子都生活在痛苦当中 他永远不满足 对吧 不是嫉妒 就是怨恨 要不就是打爹骂娘 弄这个 这是你想要的 所以说 钱没有多少 房子没有大小 车没有好坏 传统文化教什么 教他心清精 心平气和 他准能得到幸福 你看我们那个年代 我小的时候 社会虽然好像是贫困一些 我们那个时候 我记得一个月吃不上肉 就生活就那样 那个同学真的打补丁的衣服 我们过年才穿得上新衣服 年三十下午 我记得特别清楚 是吧 但是幸福快乐 我现在常常想的都是我那个时候的情况 长大了以后了 不怎么想 你要问为什么 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 值得回忆 你想起来自然就幸福 回忆一次都觉得幸福一次 现在为什么没有了 物质极大丰富了 那为什么没有了 你们就知道 人幸福 人一生不就是这个理想吗 幸福快乐 跟有没有钱 跟什么有什么大房子好车 没关系 跟物质享受没关系 走错路了 话又说回来 你越往反的方向走 越找这个名利 越痛苦 你越得不到幸福 这就是传统文化学校 要交给孩子们的价值观 淡泊名利 你就能得到幸福 你们做传统文化的老师 五年了 我做义工 八年了 如果这个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快乐 天天痛苦的要死 你会做吗 师父老人家 巴巴高龄 没有幸福 没有平安 没有吉祥 没有自在 谁会做 换句话说 教什么 他直接关系到 你能不能得到这些 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这亲戚呢 家里很有钱 所有的好的饭店 吃变了 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好吃的 吃什么都觉得不好吃 但是我的家里人 比如我的父母 他们吃素 我爸爸就随煮白菜 每天吃得很欢喜 而且感觉好像这个就是 人世间最宝贵的 好像就是这个了 你注意观察 你的爸爸妈妈一定是健康的 对 不但是心理 而且身体健康 你在看把那好吃都吃遍的人 你去看 不到40岁 什么病都来了 这是你想要的 你是有钱 你是有名有利 你早早当了个病人 而且我这亲戚就讲 晚上睡不到觉 头发总在掉 每天都在想 怎么赚钱 哎呀 怎么能够这个 多多多多点项目 多赚点钱 每天脑子里面都是这些 他的这种 焦躁不安 全部都传递给周围的子孙 他的孩子想学好吗 学不到 又看不到好榜样 哎 所以说 不孝有三 五后为大 什么叫五后啊 没有传承的人 都是败家字 哎 想学好榜样 学不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我们还见过一个贵州的小男孩 六七岁 他在写字的时候呢 不好好写 妈妈就跟他说 你这字要写工整了 他马上就跟他妈妈讲 你认字吗 你凭什么管我呀 我爸爸是大学生 我得听我爸爸的 就这样 当时呢 我们就跟爸爸 也了解了这个情况 这爸爸就跟我们 那个感觉还有点 挺洋洋得意的 你看儿子还得我来教 这样的话 这个孩子呢 就越来越忤逆 有一次呢 爸爸妈妈批评完他之后 爸爸妈妈去上班了 他就把家里所有东西 都扔到地上了 电话呀 茶匠上的东西 弄得满地都是 不高兴 不高兴了 当爸爸妈妈中午下班 回来的时候 看到他的小小的身体 个子很矮呀 站着板凳 踩着板凳 在窗台面前站着呢 爸爸妈妈吓坏了 赶紧把孩子抱过来 就再也不敢 批刑这个孩子了 我们听了这个就知道啊 一旦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就是没人讲的话 家家都受不了 换句话说 小的时候 你就把他当祖宗 这个祖宗 你不要长得太大 六七岁 你受得了吗 他动不动 要死给你看 为什么 从古至今 我那个年代的人 都没听说过 孩子敢说这个话 为什么 我们那个时候 还有一点 轮常道德的教育 还有一点家教 后来没了 为什么 一孩话 家家溺爱了 什么五轮 没有啊 早就达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孩子没有敬畏 弟子归 头四句话 教的就是 父子有亲 头一轮了 五轮头一轮了 子女该做的 那就是充满了敬畏 你如果受不了 那也不行 受不了也得教他 你说我就想溺爱他 那也不行 那你除非想 将来想全家自杀 哎 我们见到这种家庭太多了 哎 我们那个论坛上 你们看那个善家 自相残杀的 是不是 那种例子太多了 为什么 没有五轮的教育 夫妇之间 就父母之间打 哎 你看 这儿子嘲笑妈妈 你说的 这爸爸还挺高兴 还挺得意 那还了得了 掀一个巴掌打过去 话要说回来 六七岁晚了 就你刚才讲的 小婴儿的时候 他只要是敢对长辈造刺 你就要呵斥他 你说这么小 懂什么 懂什么 全懂 那他怎么六七岁 什么都懂了 小的时候 小婴儿的时候 你就交给他相反 他长大 他就是个外物 就是个畜生 举世啊 家家户户啊 几乎都受这种苦难 孩子没法管 学生没法教 原因何在呢 五轮没有 所以教什么 你说教什么 你自己说嘛 再有本事 那就本事嘛 那有什么意义啊 刚六岁就敢指着 爸爸妈妈在这骂 你们懂什么 所以古人告诉给我们 五轮五常四为八德 这是一个社会 国家 小到一个家庭 乃至一个人 平安幸福的保证 违背这个的都不能要 所以有家长来找你们 你们这教什么呀 所有的这个教育 你告诉给他 就是围绕这个德来的 这是基本 然后再教别的 别的不重要 这是基本 如果你家长孩子 想要的东西啊 是违背五轮的 或者说五轮之外的 什么叫五轮之外 竞争 整理 这些东西 明文利养 贪嗔吃慢疑 这都是五轮里没有的 你想要这个东西 我这没有 你教这个 你要承担因果责任的 可了不得呀 你可把人给毁了 那家长还挺高兴 你看我这孩子 这个也会 那个也会 那里边掺杂了浓厚的贪嗔吃满意 明文利养 那就坏了啊 所以教什么 绝对不能教这个 我们这要听明白 五轮都是向外的 对吧 说父母一定是针对儿女的 你会当父母吗 他针对儿女的 不是说儿女的给我多少钱 我才爱他 没那个 说子女一定是无条件的孝敬 对吧 父母叫徐静廷 括号 什么什么条件 没那个 无条件的恭敬 那是人自性本有的 没有条件 一有条件了 那就违背自性 扭曲了 第二个 长幼有序 你怎么对待长辈 长辈怎么对待晚辈 第三个 男女 夫妇 怎么对对方 第四个 下级怎么对上级 上级怎么对下级 君臣 第五个 朋友之间 你看 讲的都是你怎么对别人 不是别人怎么对对自己 所以现在的教育 麻烦在哪里呢 他不但不知道无论 而且他都违背无论 就你们都应该怎么对我 是不是 爷爷做这不对 自己给自己抽个耳光 这你刚才举着例子 家长 不会做家长 结果一定是 子女不会做子女 这个家乱 就从 不知道人德 不知道五轮开始 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正常的关系 它是通过这个 轮场 就是您刚才说的 我们应该尽什么样的 本分来维系的 那现在 没有了这些本分 它就靠 您刚才说的物语 物质 来维系 所以人和人之间成了 和物的关系 我告诉你 维系不住 对 他维系不住 维系不住 我们曾经碰到过一个父亲 他把他的小儿子 送到我们这儿来学习 那么我问他 我说你了解传统文化吗 他说我不了解 我也不学佛 但是我知道 你们教的是 孝涕中性 礼仪廉耻 我说那这个 你为什么觉得重要 他说我有一个大儿子 这个大儿子 今年已经大学毕业 已经工作了 他呢 在七八岁之前 我一直都觉得他很好 也很聪明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儿子 可是七八岁之后 我就发现 他不是我的儿子了 我就失掉了这个儿子 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七八岁以后 他就要天天到外边去玩 他要去玩他的游戏 找他的朋友 越往大 他就越不想家里面 也不顾及父母 等了上了大学 就完全心里头没有父母了 我说现在呢 他说现在他工作了 工作了 我说他总是要 孝养父母的吧 他说没有 他缺钱了会来找我 不缺钱 连个电话都不打 他说就好像 我没有生养过 这个儿子一样 所以他说 无论如何 我的这个儿子 不能再像 头一个儿子这样 他说不然的话 我这生养这儿子一场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听到的 绝对不是父母啊 对孩子有贪图 有贪求 不是这个意思 很多父母我们看到 临危不惧 不害怕 舍身为子 救子 他连死都不怕 难道他贪图你这点钱吗 不是 他实在是太难过了 太伤心了 话要说回来 你这么不是人 起码的人味都没有了 他知道 你这一生一定不会好 走到哪儿 大家都不会瞧得起 因为什么 你连父母都不爱 谁敢靠近你 谁敢嫁给你 谁敢跟你成家 话要说回来 你教出来的孩子 还能好吗 所以他出一种本能 不想把这个二儿子也害了 他不是有什么贪图 失败了 但是话要说回来 他这个儿子 还能不能从来 不能了 我讲这话 我们中华民族 一代一代的孩子 都教的怎么样 我们有目共睹 我们还要不要重蹈覆辙 所以教什么 绝对不是传统化学校的 要面对的问题 千家万户都存在这个问题 你家都乱成这个样子 他连人伦都不知道 连父母他都不爱 你让他搞琴棋说话 大学毕业 留美 回扬 有什么用啊 他那么自私 这些东西 都会成为他害别人 害自己的工具 你看这个五轮的关系里面 他讲的都是本分 说做父亲的 我应该对儿子做什么 对子女做什么 对子女的 我应该对父母做什么 对 他里面任何一种身份 他都没有自己 对 全部都是尽义务 尽本分 对 我该做什么 而没有任何的条件 换句话说 是无私的 对 五轮的特点 就是无私的 没有自己 所以我们中国造字 你看这祖先造字 他非常有智慧 说到我 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呢 在说文解字里面 我就是师身自卫 叫我 师身 师就是给的意思 放的意思 把自己放到众人中 这是这个 侧身于众 侧身于众 这个才叫我 也就是说 他没有一个独立的我 说这个就是我 对 那他没有这个意思 对 而是说在众人中 在人中 才有我 这个概念 你自己称自己 那就是我 现在不讲这个 传统话 没人讲 师父常常讲 一定要从 说文解字 从训孤 从小学入手 从文言文入手 我们才懂得 我们祖先的伟大 一个字 你看你刚才说这个我 我 什么时候说我 相对于大众的时候 才说我 没有大众就没有我 你看 我存在的基础是众人 这是人道 人性的教育 大众没有哪来个你 话说回来 没有父母 没有长优 没有五轮 就没有我 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什么 你看我的注解 师身之为 只为 就是自己称呼 称呼 师身是什么 把自己的身体 施舍出去 换句话说 要放下 放下这个我 你能得到一个真我 所以 佛经上讲 佛菩萨的果德 圣贤的果德 常乐我尽 那里边有个我 那个我是真我 自在 自在的意思 能做得了主的意思 你怎么能得到呢 师身 把你这个身体 施舍出去 换句话说 放下你这个身体 你就能得到我 圣贤教育 太了不得了 他知道 自信是真我 现在这身体是假我 你说教什么 传统文化就教这个 让你放下 自私自利 放下我 五轮就教这个 你念念想到的 都是父母 长辈 夫妇想对方 领导 朋友 五轮里边 总想着别人 大家就提问题 你天天教我孩子 这个 我孩子 那就学成什么样 你孩子最后 成圣 成贤 成佛菩萨 为什么呢 这些圣贤 佛菩萨 都没有我 我们就教这个 你如果教自私自利 传统文化学校不教 他跟我这个定义 不相符 一个字 把佛经说透了 你说我们 这个先祖造字 那是什么身份的人 师父常讲 佛菩萨再来呀 究竟圆满的智慧 都在传统文化 所以校经里面讲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会为自己 这个身体 做很多的事情 满足他的欲望 但是呢 身体是不是自己呢 这个身体 你看他说 身体发肤 你的每一寸皮肤 你的每一根毛发 都是父母的骨血 对 所以没有一个你存在 那么父母的身体 又是他父母的骨血 哪里有你自己的呢 所以说祖先跟万代之后的子孙 是一个生命 是一体的 你看那孝字怎么写 上边是个老 这是师父教过我们的 下边是个子 老的上半部 上边无穷无尽 下边无穷无尽 合在一起就是个孝 它是一体 老和子合在一体 它就是个孝 没有一代不能孝 必须的 老师我们在小学节节里呢 也看到 朱夫子有这样的话 他说为人子 出必告反毕面 然后为人子不远游 然后张博星老先生就 注解就说 为什么出必告反毕面 为什么父母再不远游 他就讲了 为人子啊 要念念 想着自己的父母 如果你出去了 那父母就会 倚在窗户那盼着 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所以孩子回来之后 要马上告诉自己父母 我回来了 父母就心安了 包括父母再不远游 也是这样的 就是让人放下自己 念念想着父母的感受 对 这就是五轮教育 最核心的精神 没有自己 五轮里没有自己 刚才你讲到 身体发肤受制父母 不敢毁伤 爱惜 怕父母伤心 这句话合起来 就是一个中国字 哪个字 鱼 鱼这个字 古代就是称呼自己 鱼如何如何 讲自己 为什么用个鱼 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吗 我这个身体是 父母 鱼留给我的 鱼留下来的骨血 你父母不在了 谁家的孩子 你看鱼的意思 出来了 所以鱼 是相对于父母而言的 我是相对于大众而讲的 我这个 称呼自己 还有一个称 还有一个说法 鱼 鲸鱼的鱼 所以既然身体 也不是自己的 那么也没有 自己的这个概念 那这个 说到自己 要干什么呢 这个鱼 鱼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予 给予的意思 那么 如果要说到我 那就是要把我 给予出去 也就是说 你让自己 为别人服务 对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个字 就把我 说透了 你来到人生 这一世 干什么呢 付出啊 你看看 圣贤教育 教什么 放下自私自利 名文利养 贪嗔痴痴慢 包括你们说的 钱财 放下 都不是为自己啊 我们开宗名义 把这话摆在前面 第一堂课 希望大家能够懂得 这就是圣贤教育 我们的核心宗旨 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性里面 本来就没有自私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贪嗔痴慢义 你把这个东西 放进去了 违背人性 长大了 一定不如意 他也不如意 你做父母的 也不如意 这叫顺手天道 天道是什么呢 天 五思夫 地 五思宰 天地 本 无思 所以 人要效法 天地 那叫道 那叫得 所以 人人都落实 这个五轮 都想着 对方 他就不会有争 他就会合 最后呢 就像您刚才讲的 孟子里面的 贫 他就会得到 对呀 平 是古往进来 家庭 社会 族群 国家 人人都渴望的 天下太平 人心都平 天下也公平 何顺 怎么能实现呢 要想天下平 必先国制 欲先国制 必先家旗 家家户户都整齐了 什么叫整齐 父父子子才叫整齐啊 父母不像 父母 父不父 必然子不子 然后怎么样呢 一定是 君不君 臣不臣 所以我们在香港 有一次看望师父 所以我们感慨 现在 这领导 当官的 不像当官的 当下属的 不像当下属的 君不君 臣不臣 师父一笑 什么原因呢 因为父不父 子不子啊 从小 那个教育就是歪的 就不是啊 五轮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的话 最后怎么样 你想要天下太平 这怎么实现呢 家庭和睦怎么实现呢 没有基础吗 你不讲理吗 天天看到这个果实 天天羡慕 为什么不去种种子 为什么不去耕耘呢 所以我们第一堂 把这个就说透了 教什么 教安守本分 安守本分在哪里 五轮 把它做到了 父子有亲 不要父子有钱 是不是啊 长幼有序 现在通通都是 都是往前上看 那就是一片大乱的原因 所以你看 这个弟子规里面的第一篇 入则孝 他讲的是父子有亲 那么父子有亲里 他怎么让这个孩子 对父母没有私呢 又是他不自私呢 你看 他讲的是 你对父母不能有私心 私心 你看 物虽小 物私藏 你不能有这个私心 不能有私行 你不能私自去做事情 事虽小 物善为 不能有私意 就是亲所好 利畏惧 你的一切喜好 是以父母亲的喜好 是以父母亲的喜好为 对 所以没有私心 没有私行 没有私意 这个人呢 他慢慢慢慢 他就不会再有自私的念头了 从父子有亲这里开始 弟子规投一句话 父母乎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来 父母教须敬听 父母则顺承 说了四个父母 父母是天的意思出来了 那有的家长或者孩子就问 这里怎么没有我 没你 没有我才是真理呀 那才靠近自信啊 他才能够保持得住 人之处性本善的那个 纯净纯善 这是自信的教育呀 一旦有我了 行了 那就是一切矛盾纠纷 竞争斗争 你死我活的开始 所以传统文化 归结到最后一句话 教什么 无私 你们这些班主人 没有报酬 义工啊 年纪很轻 把青春奉献在这里 终身走这条路 恭听师父老人家的教导 怎么教怎么试 做好学生的这个好榜呀 是吧 默默无闻 没有名文利呀 每一天吃苦受累 这我亲眼所见的 这就是什么呢 怎么给学生们进行教育的最好榜样 学生看到了 无私的教育 看见了 那么现在 在家里边 在社会上 在学校里 学生们看不到 也听不到这些 他怎么能好 他怎么能无私 那有人会问 那无私会不会吃亏上当 受苦 会都贫困一生 不可能 刚才你们举那个例子 张伯兴是大官的 陈洪某老先生也是大官的 都是高官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读书志在圣贤 不在什么呢 不在功名利禄 如果说你走那条路 那教出来的 一定是自私自利 于家 于国 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说 我们也要跟家长讲 不是说传统文化 闲淡不尽 说都是一些 不食人间烟火的 不是 我们在学校里 要教给孩子 把弟子归那句话落实 那句话 亲所好立位居 不但是你做父母的 家里的亲戚 周围的邻里 乃至于整个社会大众 这些人都需要什么 他都能给你做到 叫亲所好立位居 亲所悟 大家不喜欢 他都能给你去除掉 教的是这个人 真正舍己为人 中华民族就是靠这些 动良之才能够延续至今 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知道 这是究竟圆满 至圣的教导 教育 那么哪个家长 哪些家庭 能够肯发心 中华民族的复兴有救 绝对能够实现在我们这一代人 所以我们大家听明白了 我愿意让我的孩子走这条路 将来他也许会有功名利路 但是那是附带的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让他成为一个无私的君子 圣贤 那我们今天这个报告 这第一堂给大家的报告 算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们把它说清楚了 希望我们 普天之下 能够有这样的发心人 把自己的孩子 奉献给传统文化 复兴的事业 伟大的事业 走这条路 我们相信 人有善愿 天彼有之 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民族的复兴 传统文化 光照环宇那天 我们明白了教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谁来教 有的家长到学校之后 就会问我们 你们学校有哪些老师啊 他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你们学校有没有哪些知名的老师 另外他会考虑 这些老师有没有学历呀 是不是博士毕业呀 是不是研究生毕业呀 他们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 这个老师是不是好老师 我们今天把这堂课听明白了呀 我相信家长都不会问这个问题 你如果找博士毕业的 名牌大学毕业的 社会上很多呀 你何必到传统文化学院来找呢 换句话说 传统文化的老师 也不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资本 因为什么呢 那些博士 硕士 名牌大学所教出来的 跟圣贤教育没有关系 那是什么呢 那是知识的传授 技能的传授 跟智慧 跟德行没关系 你去问他们都没学过 他知道什么叫德行 不懂啊 五轮 什么五轮 那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 我们就知道 这个人生在世 要有好老师 好老师 在哪里呢 从我们这一代要发心作气啊 你指望别人是不行啊 所以要有人识祸 师父常常讲 你靠什么让他相信呢 把孩子培养出来 让他们看到活的弟子归 做出来了 圣贤就在眼前呢 他明白了 所以说现在 什么东西都不管用 有没有名气 那是次要的 你说你有德行 他不懂德行 那不是百搭吗 是不是你怎么 没用啊 所以说一定要拿出成果来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 希望抛砖引玉 更多的学校啊 能够培养出好老师来 哎 理论方法都是一个 全是一个 这一个不是谁发明创造的 所谓天道 五轮是天道 让学生们都安守本分 一定要记得 在教学当中 哎 在学习当中 没有道是不行的 没有道是不行的 道是什么 道就是无论 无常 人以理之心 没有这些东西 传道授业解惑 传道透一位啊 这个不具备 好老师 老师都不是啊 你道何在 人生的人道 哎 代代相传的天道 你都不讲 哎 都是一些知识技能 更有甚者 西方价值观 掺杂在里面 明文立啊 教给大家自私 鼓励大家竞争 增长他的这个 私心欲望 那你都是违背圣贤的 误人子弟 所以 玄老师 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来 师生之道 来 我们一定要看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力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 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 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轻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 君轻师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洗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话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历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修学 恭祝您 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中国weit 中国类伍 瓶 有 在